各位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收看中国禁闻 伦敦奥运赛事正在紧张激烈的进行 中国运动员的表现再次引起海外舆论的关注 中国游泳队女运动员叶诗文的游泳速度 不仅刷新了女子选手记录 还赢过了奥运传奇勇将费尔普斯 各界认为结果不合常理 禁要一云更是满天飞 德国之声引用瑞士新苏利士报报道说 如果中国游泳队女运动员速度很快 就总是让人想起90年代的 中国从高峰掉进深渊那段历史 当年有40多名游泳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兴奋剂 不过叶诗文与这段往事没有关系 他当时还没有上幼儿园 但是有谁知道那个年代究竟遗留下了什么 而在31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出面说明 叶诗文获得金牌后就照例接受了兴奋剂检测 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奥委会出面解答了各方的疑惑 不过中共当局使用禁要训练运动员的历史 仍可在这次奥运中看到阴影 因为排污工程引发万人示威的 日本王子制业南通工厂 已经在7月31号复工 王子制止周一发表声明 否认示威民众有关排污工程 将污染当地水源的说法 据英国BBC中文网报道 王子制止集团上海的发言人说 南通工厂目前各项工作都在正常的运营中 在采访启动万人示威事件时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奥斯纯被中共警方打伤的事件 目前也引起了国际记者组织的关注 据美国之音报道 国际记者联合会7月31号说 奥斯纯在启动采访受到攻击时 曾大声用中文呼喊 我是记者 我有记者证 但警察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国际纪连严正抗议新闻记者正常采访活动受到干扰 记者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并敦促中华全国记协代表在华所有媒体 认真履行保护新闻自由的义务 要求中共警方正式向奥斯纯道歉 归还受打时没收的物品 国际纪连同时还要求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外长杨洁篪下令调查这起事件 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那么中国的新闻记者的处境又如何呢 最近新浪微博网友正在转发网友重磅新闻发出的一条消息 说央视主持人鲁建的微博签名是 努力织微博下班讲真话 并评论说作为国家最高媒体的主持人 金话筒讲得主竟然只能下班讲真话 我们可以明白现在的媒体人上班都在干什么 说谎话似乎已经成为媒体人的职业习惯了 好观众朋友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经文